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 来观战一把国服目前S1的封业 胜率89% 机械囚徒拥兵牛仔 这个阵容修的倒是很快 但是脆嘛也是有点脆的 就牛仔一手控 囚徒,囚徒算半个控吧 上来第一个点是囚徒 要把囚徒的去路全部给封了 但囚徒可以上楼啊 这波好像封了 囚徒往楼上这么一走 这波墙封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吧 他如果说能封两下墙的话 把囚徒给关了倒是挺好的 再绕的话囚徒手里有个垫 对吧,我这边继续上楼 你封好了 你这条路,你就算没有这堵墙 我也不会走这条路 说实话 再绕一圈 应该是要交垫下板了 这边的话应该要交垫 垫一交 然后提前把这块板子给下了 对 再绕一圈 再绕一圈 可以了 囚徒前期的牵制吗 那就这样了 还想怎么样呢 闪现这边是好了 第一刀打中 因为这边封眼应该是有追劣的 刚刚我们是穷者视角 刚刚那波移速感觉是有追劣起来的 闪现 这么求闻吗 防飞轮 闪现留下来了 这个击倒时间一分四十秒 牛仔过来 椅子太近了 打不了东西的 这不而且牛仔过来 我看穷者的密码机 加起来的话 大概是三台七十的量 三台八十吧 算三台八十 加一台二十 三八二十四 二百六的机子 二百六的机子 娃娃如果说能够把机子修掉的话 我觉得就还行 娃娃那些机子如果能修掉的话 其实这把穷者还是有机会的 不过佣兵这边已经被划了一刀了 是没有选择卡半就 这边的话墙封住 佣兵往后走 来我们进场给到封眼 看一下 佣兵这边绕过来的话 应该是可以贴过来 但是封眼这边还有机会 能够通过贴墙的机关墙来进行防守 这边的话一堵墙拦住了牛仔 他是没有看见这个佣兵嘛 那这波其实蛮亏的 他如果说能够通过这波墙的节奏 去将佣兵击倒 那迎面就锁定了 但是因为这波救人相当于一个无伤 甚至牛仔这边满皮鞭还能来打打架 外面的机械师 娃娃在补第二台了 你别说啊 这个局 穷者现在不算特别烈 哎呦 没勾下来 大人挂飞不算特别烈 你看四台机子 实则总量加起来的话 其实差了没多少的 差了没多少的 三台遗产机都是修过80%的 就差了一台机子 其实就差了一台机子 现在核心问题是风也能不能够快速击倒一个人 他如果能快速击倒这边的机械师 那机会还是挺大的 好像封住了 封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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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一台遗产机 牛仔这边机子修掉以后 应该是要过去保一手这个机械 主要是问题是机械师这边有台遗产机 我们来看一下机械师这边这台遗产机的话 修了85% 傭兵外面两台机子应该是可以慢慢的去点掉 就看牛仔这波打架能不能把这个机械师稍微保一保 把这台机子给点了 主要是把这台机子给点了 真的保不保得下这个机械师 我觉得不是特别关键 这边的话能量不够能量不够 傭兵这边的机械师来镜头给到牛仔 小皮鞭小皮鞭小皮鞭 就托你 假装 你看这牛仔 假装是什么 假装我要皮鞭勾人 骗你把人放下 然后实则把密码机点掉了 真的太赞了 这波就 这波没勾下来 勾下来就更好了 勾下来就更好了 优兵这边的话应该是全场最后台机子 他先要把这边的机关桥能量给耗尽 然后再去补这边的机子 封眼这边要抓牛仔嘛 牛仔一个小皮鞭往前走 应该是一刀带走 一刀带走 傭兵这边的机子82 看一下 滑了一下傭兵 这边的话机子封住 而且傭兵好像 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 这边被抢怼了两下 万一待会再给你来一下 就傭兵倒地 这个局就结束了 机械师这边也是一刀倒地 机械师没办法 像机械师走不了 机械师在这边等着 等到佣兵机子压好 等到佣兵机子压好 这里的话能量似乎还有一点 似乎还有一点 那感觉可以慢慢的拖 我觉得全者这个时候不能着急 刚才佣兵太着急了 救下来 可以 牛仔这边小皮鞭还能再晃一手 我有小皮鞭 这里的话继续封佣兵的机子 一波超频 机子封上 然后那边把机械师牵起来 进度给到牛仔 没勾到 而且这边他大家注意到没有 牛仔还是个预判方向的 勾子 佣兵这边的机子被压得很死 他应该是清了一台机子 还有一台机关墙的能量没有清 这边的话是有非常多的能量来防这边的牛仔 牛仔如果被封住 那游戏直接击击 牛仔被封住的话就击击了 怪不得 我们从封眼的视角可以看到 这堵机关墙的能量确实佣兵 在他那个位置都找不到的 这样的话 牛仔这边强行爬 但是封眼有闪现 接着是挂飞 怎么第三抓有了 不愧是国服第一封眼 这波后续压的还是非常比较老的 一点没给到机会 一点没给到机会 傭兵那边的话门还被干扰了 这门点不开吧 这门怎么点得开呢 牛仔这边 来打我打我打我 不要碰我队友 闪不闪 闪骗 骗了一个护币 他想四杀 其实第一时间闪嘛 感觉也闪到了 第一时间闪也感觉闪到了 哎你别说这样慢慢的拖下去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虽然这两半人都很残的 这里 傭兵这边蹲地窖 待会儿 傭兵脸上就是个地窖 牛仔那边的墙 我先给你耗了 看到傭兵了 超频 傭兵护币 翻 滑一下 哎呀倒了倒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倒了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底牌切船 他居然还有个底牌 怪不得不闪 他有底牌的 怪不得不闪 封眼带底牌的 你还别说啊 不多见的 这里的话似乎是将路全部给封死了 已经是个死胡同了应该是 牛仔这边应该是个死胡同了 再封一说 好 把楼梯全部封死 现在只有这一勾的机会 一勾 右边这边叫自棋 但口子上面全给封了 就这一个口子 再小皮边勾 傭兵那边能摸到门吗 傭兵那边能摸到门 能摸到门的话 前面有地窖 这里管傭兵 哎 我觉得不对劲啊 真的我觉得不对劲啊 这傭兵这边的门 其实管不了太久的 你管这边傭兵的门 你就跟牛仔拉开距离了 而且这傭兵 他是可以扛一刀的 你这个墙又没多少时间 对吧 牛仔这边的话 兜兜转转 哦 滑 滑倒了 滑倒了 好狠啊 但是其实这个打法呢 真的是建立在他的一个操作够好的情况下 我要是这个封严 我老早闪现一刀把这牛仔抬了 先把三杀拿住 当然我这个人好像感觉没什么自欺啊 像他这种对吧 才能打到国服第一 你得有这种四抓的精神 才能打到国服第一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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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这边点门 能点的出去吗 应该点不开吧 差一点点吧 应该是 还传送过来 一切尽在掌握 这把四杀太扎实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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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